现在娱乐圈中有很多新二代,只不过有的争气,有的则让父母操碎了心,比如郑少秋就是,她的女儿郑欣怡,可谓是让她操碎了心。 当然之前一直是体重的问题,郑欣怡最胖是曾一度突破200斤,这让郑少秋头疼不已,不过最近好多了,但体重也在150斤左右,但看着有些为胖,至于事业上郑欣怡还是不错的,虽然不是很红,但也是小有名气,特别是父亲郑少秋,更是给了她不少的帮助。 就在前段时间,妇女还一起同台呢,当然不止妇女同台,最近郑欣怡开演唱会时,郑少秋更是前去为女儿捧场,当天她看着特别开心,对于粉丝的要求更是来久不拒,可以看出郑少秋对女儿的努力,还是非常认可的,而她对女儿的支持也是全方位的,当然郑欣怡自己也很努力。 如今她除了唱歌以外,更是开启了自己的薛奇饼店,就在8月1日她接受采访时,更是卖力推销新产品,而当记者问她这么忙,岂不是没时间排托时? 她则回应说,爱情要来的时候党也打不住,其实如果说到感情,真的是不得不提郑少秋的另一个女儿郑永恩,她的情势可谓比郑欣怡多得多, 而更有意思的是,两人虽然同为郑少秋的女儿,但两人不只感情淡薄,妹妹郑永恩更是很讨厌姐姐,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对于女儿们的不和,郑少秋也是很无奈,女儿女儿永恩对她一直很适,必处,一直愿她偏心大女儿秦怡,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。 由此可见,郑永恩和郑欣怡不和原因是父亲郑少秋对两人态度的抄击,导致郑永恩对郑欣怡的怨恨。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,两人其实是同父一母的姐妹,郑欣怡是郑少秋与非姐沈殿霞的女儿。 当年郑少秋刚刚进入连异圈后不久,就与香港综艺姐沈殿霞相爱,沈殿霞更是在她的事业上,给予不小的助力。 不过当郑少秋风成名旧后,在拍摄《楚流香新传》时与关京华香时,随后两人更是相恋,不过最终郑少秋还是娶了沈殿霞,随后两人还有了女儿郑欣怡。 后来郑少秋出贵被发现后,沈殿霞每天就是哭哭哭,更是因此把眼睛哭花了,就这样两人最终离婚,随后沈殿霞带着女儿生活,并在2008年时因病去世,而郑少秋在离婚后,则娶了关京华。 两人婚后又生了两个女儿郑永恩,郑永希,加上郑少秋女初恋卢慧竹,还有一个女儿郑安怡,郑少秋共有四个女儿,其中郑安怡一直都很神秘,不曾被曝光,而郑永希则低调眉绯闻。 不过郑永恩是让郑少秋操碎了心,郑永恩先是在2008年,因被杂志拍下脸吻两难而声名大噪,随后在2009年初,就因此铺与飞恩男友的泳装照,再次也没起关注。 不过只如此,她还交往了多位外籍男友,而她与男友的亲密照,更是被网友扒出来,可谓,是让郑少秋很难看,而其中最劲爆的就是,她在英国留学时,还曾被曝一夜间与16位男士亲嘴,都不知道谁才是她的绯闻男友。 早在2014年时,郑永恩就被保驾抬两只船,一面带着外籍男友见家长,另一面又与父上林建明的儿子林孝仙暗昧不清,随后在2015年,她又与澳洲已婚上四船飞闻。 这一系列事情下来,可别是让郑少秋操碎心,当然不得不说,家家有本难念的精,更何况郑少秋经历过两段婚姻,还有四个女儿,特别是郑永恩这个女儿,真的是让她操碎了心,最后也希望郑永恩能收敛些,可让郑少秋省省心吧,同时也祝郑少秋婚姻美满幸福。 感谢观看